女强男弱 面对这样的夫妻 要如何维持婚姻的稳定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Rio老师开讲 Rio勉奖劳的Rio老师 听朋友说过一个案例 他的弟弟要结婚了 哥哥说他还挺羡慕这个弟弟的 因为我们家出生于农村 我们一个穷小子 交了一个台北的漂亮美女不说 结婚啊 人家家人既然一分钱都不要他拿 他的要求只有一个 对人家的女儿啊好就行了 他们是在大学的时候认识的 那女孩家里呢 就只有他这么一个宝贝公主 父母呢是企业老板 岳父岳母呢 还特别的买了一间房子 给女儿作为新房 岳父岳母的这个举动啊 弟弟的心里 一直非常的别扭 非要抢着把装修的钱给付了 在结婚之前 还拿出自己的所有全部的积蓄 去买了一台车 不然真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虽然女孩不介意什么 但是作为男人 我想心里多多少少都会很难接受的 现在弟弟呢 在一家公司里面做设计师 老婆呢则是自己创业 老婆赚的钱啊 她的零头都比我弟弟来得多 所以弟弟呢 的压力非常非常的大 在家里的时候 就尽量的多做一些家务 对老婆可以说是好的不得了 恨不得把她捧在手心 那个女孩啊也真的很棒哦 从来不给她施加任何压力 只希望他们好好的就行 因为她不图弟弟什么 反正钱是身外之物 她图的是爱情 朋友说她每次见到弟弟 都会开玩笑的说 你啊是上辈子积德了 这辈子命这么好 如果呢再不对老婆好一点啊 真的连我都看不下去了 弟弟总是笑笑的说 自己非常非常的幸运 但是作为男人 还是有一点点大男人主义的 老婆比自己强太多 这压力真的也是很大的 女强男弱 到底是否会造成夫妻之间 多少的压力呢 以下我们一起来听听 两位男性朋友的心声 第一位胡先生 39岁从事销售 我跟老婆的婚姻啊 是典型的女强男弱 从结婚到现在5年的时间 提过无数次离婚 大部分都是她提的 每次我都是努力的挽回 并不是因为她赚的钱多还是怎样 而是我真的很爱她 但现在我很明确的跟她说了 你可以对我发脾气 但绝对不可以侮辱我 身为男人我也是要面子的 我可以宠你 爱你 灌着你 但是触及到我的底线 我肯定就要放弃你了 而且如果离了 我是再也不会复合的 她也知道 她有时候种种的作为 自己过分了 于是呢就改了很多 怎么说呢 女强男弱 真的很不好受 男人一点地位都没有 第二位杨先生 30岁从事物流管理 我跟前妻啊离婚两年了 就是因为女强男弱 我们26岁那一年结婚 28岁就离了 这段婚姻仅仅只维持了两年 我们结婚的时候 房子是她父亲买的 我没有出什么钱 婚礼什么的也都是她们包办 也因为这个 结婚以后啊 只要有那么一点点什么事 就拿这个东西来压我 真是三天一大炒两天一小炒 我真的真的受够了 我知道我穷 但是穷就应该被看不起吗 我真的想跟你好好过日子的 如果早知道会这样 那当初为什么还要结婚呢 不同的人不同情况 有不同的感受 有的即使女强男弱 依旧幸福美满 有的却最终走向了破裂 老师认为婚姻啊 还是需要用心经营的 两人之间收入虽然很重要 但是爱情更重要 总有一些超过金钱本身的东西存在的 陶金银和李李仁 是在演艺圈中 数一数二的模范夫妻 在许多人的观念里面 她们也是一对女强男弱的夫妻 她们经常在社群平台上面 塞恨爱让网友们都羡慕不已 陶子一直以来不是走美女路线 李李仁也从来没有闲过她的外表 反而更欣赏的是她的内在美 被封为国民好爸爸好老公的李李仁 更不时地公开称赞太太 结婚十多年来 两人的关系越来越甜蜜 她们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 在一次的采访中 陶子提到 婚姻金银是刻意而为 不是随性的 陶金银坦言 婚姻是需要演技的 这不愧是陶子 总是语出惊人 语不惊人死不休 听起来很像很废话 但是谁不需要被称赞的呢 陶子在接受专访时 谈论这样的婚姻观 很多时候 女人会在一段关系里拼命的付出 甚至为了家庭 为了小孩牺牲奉献 厌世的沦为隐情人 高级管家 欣然的接受爱情 渐渐逝去的命运 陶金银说 你很爱你的老公 但是有人说 八年了 十五年了 我难道还要很热烈 崇拜的看着他吗 要 请你用眼的 因为你的心里还是爱的嘛 只是可能久了 没有那个能量去说 像当年恋爱那样 他举例 和老公相处的模式 只要睡饱了 吃饱了 就会适时的演一下 像另外一半这样撒娇 哇 老公 有冰块鸡耶 哎呦 怎么这么样的性感呢 然后呢 从后面啊 紧紧的抱住他 跟他说 哎呀 我好需要你哦 没有你我该怎么办呢 其实听起来好像很废话 但是谁不需要被赞美呢 连我们女人都需要被赞美 所以呢 金银是刻意而为的 在爱情里 我们都是长不大的孩子 其实啊 陶金银的婚姻观 用在爱情里 依旧贴切 有时候我们容易的 因为交往久了 而忽略掉那些肉麻的情话 在单方面的忍受和牺牲之中 渐渐的漠视了爱情的存在 成为了连自己都不喜欢的模样 或许每个大人的内心 都住着一个长不大的小孩 在成熟 懂事的外表下 渴望着被人疼爱 偶尔也要耍赖一下 在成熟与幼稚之间 在被动与主动之间 可以找到一个最舒服的方式 持续的爱下去 老师听完桃子的观点 老师真心觉得 桃子真是一位 非常有智慧的女人 其实啊 婚姻不需要增强好胜 丈夫和妻子各施其职 好好过生活才是正经 谁的收入多 谁的收入少 又有什么关系呢 收入不应该是维持婚姻的主因 爱情才应该是 如果你现在正有 女强男弱的婚姻关系的困扰 以下老师整理了几个方向的意见 提供你来做参考 一 夫妻之间的价值观要达成一致 夫妻之间啊 无论谁强谁弱 都是社会对家庭的评价 不应该影响夫妻的关系 和夫妻家庭的角色定位 更不应该影响夫妻之间的 互敬互爱和睦相处 其实只要对家庭好 不要计较 妻子比自己强 更何况妻子的强 是别人的评价 无需在乎别人的眼光 妻子无论在外面多强 在家里 许多方面都一定需要 依赖丈夫的资源 尤其是心理资源 第二 尊重丈夫 尊重丈夫的家人朋友 彼此尊重是拥有 良好夫妻关系的前提 在女强男弱的夫妻关系中 女性不能因为自己的能力 收入等等比老公优越 而对老公随意的责骂 更不能因此对他的家人朋友有偏见 在特定的场合 还要刻意的凸显老公 对家庭的付出 凸显老公在家庭中的重要位置 懂得尊重对方 做一个知情达理的女人 第三 妻子要学会角色转换 学会示弱 就算你在外面是一位女强人 回到家你就应该转换成一位女人 这个道理其实男女都一样 不要把外面的角色带回家来 和老公在外面跟朋友聚会 或者一起参与活动的时候 说话做事 尽量让男人来做主 来表现 给足老公面子 该糊涂时千万要懂得装糊涂 不要事事都跟他争 其实你在外面 已经天天的要和同事 和竞争对手斗争 那在家里 你大可以好好的放松 可以呢 适时的跟老公撒个娇 给他做一顿丰盛的饭菜 听他情吐心事等等 好好享受被老公爱护 疼爱的感觉 这样他也会觉得你很在意他 很温柔 很善解人意 要尊重丈夫 千万不要拿自己的成功 来打压丈夫 或者强迫他上进 这样只能适得其反 第四 丈夫要学会欣赏妻子的优秀 能够娶到优秀的女人做妻子 其实真的是一种福气 而且对家庭生活质量 和下一代的教育 均有好的影响 当然男人的欣赏 一定是以包容为前提的 包容太太的个性 思想和能力 男人千万不要掉入一个误区 以为自己老婆优秀 就把自己给比下去了 因此就产生和妻子竞争 甚至要打压妻子的心理 这样做是伤害双方和家庭 极不明智的做法 第五 压力大的时候不要忘了依靠丈夫 女性在磁场中 要获得一定的成就 通常需要比男人付出更多 因此难免会疲惫会压力三大 如果在工作上遇到了难题 面临很大的压力 主动的去告知老公 就算他不一定能帮你解决 但最起码也能成为你依靠的肩膀 而这一份依靠是你坚强的后盾 女强难弱的夫妻关系中 女性一方若感到很大的压力 千万不要独自一个人扛着 要知道老公是你最温暖的依靠 老公的一个吻一个拥抱 都能给你无限的能量 第六 别放弃你使用撒娇的权力 女强难弱的夫妻关系中 女性一般在工作场合 大多要展现职业干练的形象 甚至有时候还必须表现得很严肃 但在下班以后 请尽情的享受女性的撒娇权力吧 一起去散散步 一起手牵手 让老公感觉到他爱的 一直是那个傻傻的可爱女人 超级幸运的是 这个可爱的女人还比其他人更优秀 夫妻两人没有绝对的强弱 真爱才是最最重要的 在如今的社会中 不是天天喊着女男平等吗 现在啊 早已不是什么夫唱夫谁 女人围着男人转的时代了 男主外女主内的固有的家庭分工 这样的情形也完全被打破了 养家糊口再也不一定是男人的专利 女人同样的是不甘示弱 用在自己的工作能力和实实在在的付出 证明着自己的自身价值 甚至不时的涌现出各路的女强人 甚至导引出令人刮目相看的阴盛阳衰时代心景 因此面对女强男主的家庭 数量日益增多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老师最后补充一下我个人的看法 首先不论男人和女人 不要因为自己的工作能力强 业绩突出贡献大 赚的钱比对方多 而对自己的另一半表现出趾高气昂的姿态 不要随便回到家里就态度不佳乱发脾气 更不要表现出肾气凝人处处瞧不起人的行为 这样会严重的挫伤人的自尊心 尤其是男人 因为从心理学上来说 男人是最爱面子的动物 内心有时候比女人可能还要脆弱 最害怕的就是怕自己的老婆瞧不起自己 最忍受不了的就是别人说三道四 如果想要让家庭的成员过得幸福 你就要给予对方应有的尊重 只要双方足够努力 只要双方有对家庭的责任和当当 我们就要多鼓励对方 而不是数落对方 尤其不要因为自己在家中的经济地位突出 而彰显你的霸道 第二 作为男人 当然一定要非常理解自己老婆的不容易 不要觉得女人在外面打拼赚钱养家 是她们自愿的事情 就天经地义 理所当然 也不要因为老婆处处比自己强 而起了逆反的心理 为了那么一点点不值得的面子 而闷着较劲 想想 有哪个女人不希望自己有个依靠 不用辛苦打拼 在家相夫教旨 轻松过日子呢 所以作为男人要主动积极地去分担妻子的劳累和压力 可以心甘情愿地多分担一些家务 多照顾一下老人跟孩子 多关心一下妻子的辛苦和压力 做好妻子的坚强后盾 又有何不可呢 这绝对不是没面子 而是另一种疼爱女人的表现 这恰恰体现了一个男人的宏大心胸 第三 彼此都要怀有感恩之心 闽南话有一句话这么说 不然老婆都不用老婆出头了 又有另一句顺口溜这么说 说一山难容二虎 除非一公和一母 而这些都是在告诉我们互补的重要 你如果想要贏 也要有人扭你走 老师经常说 夫妻要向左右手 当你左手提重物实在重的不行的时候 请问一下你的右手会不会帮忙呢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当你在外面打拼的时候 想想看 谁曾经为你安内照顾家里 当你选择投入一个事业的时候 想想看 是谁曾经在后面支持你为你加油 当你日以继夜在全力充斥的时候 想想看 是谁曾经愿意牺牲与你相处的时间 给你自由 李李仁在2013年获得金钟奖最佳男配角时 在颁奖台上他公开感谢他的太太 他说啊 无论他几点下班 陶金银永远在家等他 这句话一说出口 陶子在台下是泪流不止 等待回家的这个小举动 却深深的落映在李李仁的心里 并且心存感恩 夫妻的关系当然更加巩固 最后老师教各位一定要成为彼此的闺蜜 夫妻两人相处 如果能和谐到在生活 事业兴趣和交流在任何一方面里面 都没有办法缺少对方 不管对方在不在身边 尽可能的给对方一些建议 请听他的心声 站在同一阵线 经常给一些关心 我想这都是我们夫妻生活上非常重要的 当你成为对方的心灵支柱 无论遇到任何问题 内心都会是温暖的 温暖的内心是夫妻相处的恒温气 幸福的婚姻都是一个样 但不幸福的婚姻却有许许多多的样子 幸福婚姻的根本是夫妻恩爱 家庭和睦 家和万事心 不幸福的婚姻却无把一句话讲完 所有不幸福婚姻的样子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婚姻在一刚哀死就没有好好经营 幸福的婚姻没有洁净 只有经营 今天老师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你的婚姻状况是如何的呢 女强男弱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你们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经历呢 欢迎留言讨论 我是Rio老师 Rio老师开讲 我们下次见 拜拜